盼岩 好 来吧 开心 野神葬这个人物啊 还是有段波折的 因为当时答应了另外一个 我很喜欢的一个题材的戏 而且是正好恰逢我婚礼前夕 要剃头发 而且要演大藏玄奘这样的一个 非常伟大的历史人物 我妈妈说 你一定要演这个戏 你很像这个人物 一直以来的对一些事情和梦想的坚持 跟这个人物还是有点像的 整个拍戏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修行 我后来结婚用的是假发 下去之后就是有一片白白的 沿着这个白的这个边 往来往那边走 黄耀明好他身上有他的特质 第一比较自主 第二有点傻 我说什么叫傻 就是单纯 这种单纯本质你才能做成这事 否则你肯定就是半途而废 能够去真正的 诠释这样一个角色 是一个演员特别难得的机会 好 回 肤场A2接一次 是我跟导演要求说我在上面里希望有一些可以从沙漠上滚下来的那种找水啊迷茫这样子的戏 没办法这个戏来了就是做好刺口的准备 然后我们在沙子里就是一直跟马跟风沙抗争因为那马我不能骑在这戏里边 走啊 要不就是我牵着马走 要不就是马牵着我走 然后躺在这个沙漠上被沙子埋 那会儿时候风沙大到真的是你随便放一个什么东西 他都直接就冲着你脸就直接扑过来 贴到脸还也不动的那样子 我觉得他很投入 他也在理解这个人物 玄奘在历史的渺范上也是一个高大而有 英俊的那种 所以我就觉得想念很合适这个人物 直升机航拍 航拍呢就周围不能有工作人员 那背楼呢特别特别沉 那背楼大概得有个五六十斤尘吧 基本上这部戏我从头背到尾那个背楼 每两三天要转一次景 一次景就要四个小时 最长一次转景要十个小时 对因为每次都是在很偏远的地方 但是很美的地方 你小心啊 没事没事 因为基本上我们这个戏把玄奘大师 走过的路的一些个关键的点 我们都走过了 到今天为止我们现在人再去走这种路 都觉得非常的艰辛 更何况那个时候的玄奘大师 是靠独自一个人 可能没有所谓的妖魔鬼怪 但是一定是路上有很多的好人坏人 有很多的崎岖坎坎坷 沙漠 山鹿野兽 风霜雪雨 啊 啊 没有 经历了很多的国家 包括这些国家有战争了 让玄奘大师也处在很多的危机当中 但是一次次的危机都已经通过他的才华去把它一一的平复下来 然后最终走到天主国取得了真经回来 那么包括他在取经的过程中 他学会了梵文 学会了制唐术 很多很多的东西 印度的东西把它带回到中土大唐 来来回回应用了19年 也就是说 你明明知道 你的这个前辈 你所要做的这个事情 面对死亡的可能性是99% 你会这么去选择去做吗 我死了这一件多么可怕了 一瞬间就没拒绝了 我们都做不到像玄奘大师这个样子 但他的这个精神 是我们可以一直学习下去的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还原历史 还原真正的玄奘大师 展现给大家看 好了 开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